哈登佐在对胡人之战中轻松拿下36分 率领火箭以23分之差赢球 每连射分享 火箭课场118比95轻松打爆胡人 双方实力经验团队力原本就有落差 这不意外这场球最焦点是火箭后卫保罗为胡人后卫鲍尔上了一堂控球后卫教学课程 保罗这堂教学课不只示范给鲍尔看 也让胡人教练华顿看在眼里酸在心里 因为保罗打个篮球扮演球队组织者和指挥官角色 正是华顿希望鲍尔做到的工作 鲍尔看懂没有我们都不知道 但华顿非常懂得保罗对于火箭比赛队友和篮球的重要性 华顿说保罗是一名出色组织者 他是球场上指挥官 火箭得到保罗不只得到丰富战力和指挥官 保罗统治比赛和控球比赛节奏能力 为队友不断创造投篮空挡 让火箭打法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保罗在快艇就是一名出色组织后卫和场上指挥官 他让快艇中锋乔丹得到120%发挥 他为格里芬不断创造挡拆跳投和进攻篮下空间 同时为快艇队友创造投篮机会 现在火箭拥有哈登和保罗两名球场最佳指挥官 他们都善于解读比赛 懂得利用自己球技特色帮助队友和团队 保罗加盟火箭为火箭半场进攻 尽后赛竞争力创造无限可能 保罗左在对湖人之战也有21分4篮板6助攻的演出 其中3分球出手7次投进4球 每连射分享 保罗更可怕的是关键进攻能力 除了组织第一 传球为先 指挥作战组织 对有保罗的得风气窍 和个人单打能力更不含糊 攻防之间 保罗节奏掌控清晰 收放自如 这就是保罗的价值和对比赛的影响力 当拆突破 外线跳投 一对一能力 保罗不是不进攻 而是他足够理解比赛和队友 他总能在球队需要踏实挺身而出 收放之间让教练 队友非常安心 令对手非常头大 19岁鲍尔 这是他第一个NBA赛季 跟保罗对决 第一战 鲍尔全场出赛22分钟 四头零重攻下2分 三助攻 保罗全场21分 六助攻 保罗的组织和节奏掌握是火箭最安定力量 教练 队友 哈登都信任他 鲍尔眼前的困境是 他经常消失在胡人进攻端 失去存在感 进攻端打的非常被动 出手次数有一半都在战术执行 是当时负责收尾 或者偶尔在三分线外放放冷箭 这对投篮稳定性原本就不好的鲍尔说学上加霜 胡人空位鲍尔中 在对火箭之战中几乎是一筹莫展 出手四次拳都没进 只靠罚球得到2分 全场也仅送出三次助攻 没连射 分享 鲍尔没有保罗的控球 火候和理解比赛能力 没有保罗的经验和进攻技巧 这样的对比和对位当然不公平 但鲍尔有身高优势 198公分 有年轻和速度优势 问题是胡人对鲍尔的运用只限于组织 穿球 没有要他打更多挡拆和主导进攻 鲍尔被动的进攻和缺少自信 也让他更少制造犯规争取战上罚球线 华顿如果看懂了保罗的指挥和组织角色 他也想把鲍尔培养成胡人未来主力控球 那么就应该要给予鲍尔更多自主权和空间 释放他的身高优势和能力 提升他的信心 制造更多犯规 争取更多罚球 让对位的矮后卫面临威胁 胡人控卫鲍尔中 在对火箭之战中 几乎是一筹莫展 出手四次全都没进 只靠罚球得到两分 全场也仅送出三次助攻 没连设分享 鲍尔目前的打法毫无侵略性 没有主动攻击的欲望和经验 加上投篮不稳定 让他的比赛更加困难 投篮更为起伏 在保罗身上 鲍尔是不是看见自己的未来和定位 自己要能领悟 教练也要真的懂 这才是解放鲍尔控球 DNA的关键 DNA的关键 DNA的关键